焦點最新的狀況 第一銀行盜領案 除了已經曝光了 兩個俄羅斯人之外呢 現在第三個嫌犯的影像 也曝光了 連線記者周寬展 帶我們來瞭解 詳細的情形 寬展 四國史上最大的金融盜領案 除了已知的兩名嫌犯 貝爾佐夫斯基 以及博克曼之外呢 現在第三名嫌犯的影像 也曝光 我們看到畫面上 當時他已經是盜領得手之後呢 走進附近的巷弄內 將犯案中的衣服呢 全部塞進包包內 從原本過去的監視器影像 我們可以發現呢 嫌犯呢 他們在犯案期呢 都會戴上帽子或是帽T 而且戴上不止一層的口罩 而他們折手之後呢 會刻意鑽進了小巷弄 在裡面呢 變裝之後呢 才逃逸 而原本已知的犯罪模式呢 被佐夫斯基跟博克曼呢 他們是兩人一組 開了出來的車子呢 可以把車子停在比較遠的地方 再到第一銀行的ATM去領錢 不過在10號早上 凌晨5點多的時候呢 這名嫌犯呢 卻是一個人 到了中山區的吉林分行 獨自一個人 臨走了380萬 接著還大費周章 走進附近的巷弄 到後面的公園之後呢 發現比較沒有人員的時候呢 才把自己變裝的衣服呢 全部塞進了包包內 接著就搭了計人車離開 目前警方已經掉落監視器呢 來鎖定载程這名 這個嫌犯的計人車司機到案 他來釐清他們當時的行進路線 以及究竟到哪裡去 目前就是以上的最新情況 讓我來釐清他 就這樣說了 我聽說了 那麼多人 你們都在這裡 讓我來釐清他 快點 就這樣說了 就這樣說了 沒什麼好看